大家好,我是澳洲建坊高人光头哥 咱们今天在的地方就是我们刚刚出品的商业装修 Cinaba红楼 我们对今天的这个装修我是非常的满意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红楼的装修布置 这边是三个小位置 理想,来自中国河南省 是澳大利亚太平绅士澳纽集团组市场 和OZ Design Build建筑公司的CEO 他在澳大利亚从事地产行业 已有近20年的经验 他为数千人解决了安居乐业的问题 并提供一站式的服务 包括房屋买卖、贷款、建筑和装修等 他以建筑方面的专业知识广受赞誉 在2020年 因为其在社交媒体上的活跃表现 而被称为悉尼光头哥 成为了一位网红 我一开始来澳洲是留学来的 那么在刚来澳洲的时候 我做过很多工作 包括Kishin Hunt 送披萨 然后还有在免税店对我销售 旅游行业的导游 Operation Manager等等 我们做了很多这样的行业 所以最后我是想要更丰富自己的阅历 并且积赏一批人脉 所以我想尝试做销售试一下 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在销售当中 我想结识更多的朋友 总结更多的与人沟通的技巧和经验 打开人脉 那么为自己的创业作为一个铺垫 所以我才选择了做地产销售 那么结果一做就做了将近20年 所以我觉得这个当中 也是有很多的收获和故事 一开始有创业了 真是没有想到去做builder 我一开始是做房产营销中介 房地产销售确实是级约桥 因为我的同学在做 那么我记得他当年是最早的 我有一个同学当年最早换车了 换了一个全新的Kanberry 我一看这个不错 他有时候他在房产销售做销售 我说我也要去试试 所以我当时就去了 那么壮志灵运的讲了一束话 就一番话 所以老板觉得这人还行吧 就勉强录用了 最后我第一个月 也给老板带来了挺大的惊喜 一个礼拜卖一套房 老板说这个菜鸟竟然能卖这么多 所以对我挂不想看 所以慢慢我就走了 房地产销售这个影响 那么开始慢慢的积累自己的客户 然后开创了自己的公司 当时我觉得我们尽量服务 越来越多的华人 越来越广的华人 所以在悉尼摩尔本 西奥还有在国内的都有开了 服务公司和代理销售店 那么随着这个业务都越来越大了 最后我们发现了这个业务其实是比较单调的 因为你是其实是帮着开发商去推广 最后我们会觉得有些客人慢慢的就离开我们了 所以说有时候做客户回访的时候 我们就会去问这些客人 那么你下一套房子为什么是去跟别人买的 那其实答案的也很简单 就是说那么从投资角度来讲 那这种营销模式对于这种投资的客户还是OK的 但是对于自住的客户 那么每个人都有不同的要求 从卧室大小啊采光啊 然后包括那个就是楼里的设施 或者是我独栋别墅 我要多少间房多大的底 里面有没有用试都有什么 所以对于这种空间和居住感的要求 你是完全满足不了的 所以说我们也就是说 这些客户在购买了一套两套 最多也就三套五套的以后 它并形成不了裂变和复构 理想在地产销售领域遭遇了一次巨大的挫折 这个经历促使他开始思考 转型成为一名建筑商 面对行业的限制和挑战 理想与他的团队进行了深思熟虑和转型的探索 我有一次我记得客户挑好了房子签约 结果开发商继续出售 因为有一个另外的客人 出价更高我把那套买了 当时就很难受 因为对方出价高了一万 那我拿着这本客户已经签完 但刚刚没签的合同 我回到客户面前被客户指责的骂了一顿以后 我真的是当时我忍不住雷动了 那时候是我刚刚做销售的第一年 我二十年前 我记得很清楚 所以我就觉得你不仅要做一个会沟通的销售 把房子卖掉 而且你要有足够的掌头力 最后我们就去反思这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天天的在做这个行业 这个行业很内卷 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延伸行业 所以我们积累了一些自有资金 我们开始做一些自有资金的开发 那么其实隔行鲁隔山 你别看都是我们就出去讲 我们做地产 但其实地产营销和开发是完全两个概念 因为它从选地到批文的审批 那么到这种我们批文 就是到设计到批文的审批 到这个室内和内装还有很多的细节 那么其实这些是在做中介的行业当中 是没有经历过的 所以说我们经历了几年这种 在开发界的摸爬滚打 也交了不少学费 我们最后发现 这一点呢确实一个是门坦高 第二个就是说 可以给客人提供个性化的产品 满足它的居住需求 那进而呢我们成立了建立公司 那么其实我们刚成立的时候 遭受过很多同行的这个怎么说呢 排挤吧 也不知道排挤 就是叫怎么说来着 这个叫嘲笑 就是说一卖房呢 这个公司你来搬装干嘛呀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做市场营销 羊腾白血 咱们去做标的 让他们紧张 他们觉得我天天穿的 裤子拉叉的 然后就是一身十功夫 天天换工业我才能建好帮的 作为一个成功的地产销售人员 理想决定离开舒适区并进行转型 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最初的跨行业转型 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简单 他和他的团队经历了各种困难和挑战 然而通过团队的差异化竞争 理想的建筑公司逐渐在行业中崭露头角 他们在悉尼开展了多个备受瞩目的项目 赢得了客户的一致好评 为其建立了良好的声誉 我们是采取差异化竞争 因为我知道你是拿砖把房子垒出来 但是我们是打造客户需要的房子 这是两个概念 因为我们会说 今天有人问我 理想 李总你会不会建房了 No problem 没问题 因为这个东西虽然有门槛 但是谁都会 如果你有了资质 你下面有了时空队友 有了好的项目建立 这个东西是不是太过于难的 但是如何把之前20年的经验 在地产销售开发 那么当中取得的经验 包括设计规划 然后包括客人的需求 还有加装内装和这种颜色色彩搭配 那么去整合到你的产品上 给客人带来一条龙的服务 这一点我觉得是非常拆完整 那么包括我是从地产销售到开发到建筑 转过来的这样的一个builder 或者是从一开始从Gbroke做起 或者是从我们叫定板子做起 或者是做这个刷漆的 对吧 然后做框架的 做木工 然后慢慢慢慢过了时间 成长出来的builder 这个呢都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因为你毕竟是累的 是房的 是适合人居住的房 不仅要达到客人 就是我们澳洲的这种质量安全标准 同时呢 也要满足客人的个性化需求 我觉得这点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呢是在North Rye的一套 我们的双拼别寿啊 这个区呢 像就好比在中国的这个学区房一样啊 旁边就是麦卡尔大学 还有一些不错的小学和初中啊 那么我们这套房子呢 是坐在一亩地上 大概600多平米的土地上呢 建了一个双拼房啊 那么在这套房子上面呢 我们是最大限度的帮着客人 去争取到了很大的一个融据率 和比较高的一个这个双拼别墅的一个高度啊 那么让大家进去以后呢 有一个豪宅的感觉 那么在这个别墅的设计打造上呢 我们是用了双设计师 那么一组设计人员呢 是专门去打造他的空间 那使他的空间呢 是最大限度的去争取到啊 那么客户的最大容积率 同在满足这个政府要求的同时 争取到了最大容积率 第二组设计师呢 我们使他的是室内设计师 让室内的内装呢 体现出一种客户需求的家的感觉啊 给他一种回到家的感觉 这个是我们跟别人的一个最大的部分 Customize additions that you always want to consider and you always knew things that you're thinking about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works whenever we thought of an idea or we thought of something else that we could pass the message on to Leon and the Oz Home Design team and they would respond very fast in the way whether to say that yes this can be done or we really enjoyed the fact that they could say that they could think of other alternatives so that was something that we really thought was a very positive experience from Leon and the Oz Home Design team 我们公司进行转型了已经两年多了 那么在这两年左右的时间里呢 我们去believer的不少让人耳闻能详的项目 比如说在悉尼悉尼 悉尼City唐人街的红楼 Cinaba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商商项目 那么它是一个酒吧型的 就是青石酒吧 那么它把这个中国这种复古的这种环境 那么打造在这个澳洲的这个唐人街周边 那么到了晚上呢还有这个专业的这个人呢 谈琵琶 然后呢我们的整个的设计风格里面是非常非常的中式的 那么以红色为主 那C呢本身也是朱砂的意思 所以说很多西人呢都给它赞了最后 在澳大利亚这个多元民族的社会中 理想生安管理之道 它善于识别每个人的优势和潜力 并将其安置在最适合其才能的职位上 这种能力使它能够有效地组建团队 并确保每个成员都能充分发挥其所长 为公司的成功做出贡献 管理呢我们会需要用一些方法和技巧啊 中国人和西人其实文化背景啊状态是不一样的 其实我们不只能有西人还有马来西亚人 然后就是亚洲人吧 我们讲亚洲人和西方人的这个区别是蛮大的 说实话它的背景 因为亚洲人一般情况下 是在这个工人啊 是被这种很严厉的师父带出来的 所以说我们讲严实初高徒 这一点我还是想起了 因为他们很吃苦能干 那么但是他做起事来以后呢 他会有一种带徒弟的时候 有一种责备心 就是指责这个下面的小弟啊 你为什么干的不好 怎么样啊 你今天没有完成 他一边说着一边教着一边骂 这是一个习惯啊 那么这是一个惯性 那么西人呢就很nice的去沟通 当然他速度也会很慢 聊聊天开开玩笑 这一天就播 所以在出活量上来讲 其实说实话咱们在亚洲人的这个出活量 是要高过西人的 但你说在这种 有一些技巧和一些创意上的活的话 我觉得西人的动脑的能力 和举一反三的能力 往往是大过这个压力量 所以我们其实要尊重他们的特长 那么把合适的工人派在合适的能力上 就比如说你把力量型的人派在拆除上 对吧 把细致型的人放在抹灰和油漆上 那么举个例子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你就会知道 哪些工人开出的 他开的是车水平怎么样 可以 哪些工人他喜欢买东西 可以去做采购 你把这些人的这种属性去规划出来 那么我们叫什么 因财事教 我们不是学校 就因地制宜的去用它们 那么可以使你的效率最高化 工人的工资 我们现在讲这个事情 我看现在很多这种社交媒体 说澳洲工人工资是一个天价 其实他们说的是真的 那么大过中国五倍到十倍 也就是说 当然我们的盖一个房子 可不没有比中国多过五倍到十倍 可能会多个三四倍吧 所以在这个基础上 那么我们的成本 工资成本是 工资成本这么高 那么导致着 我们的这种支出很高 所以工人一定要 效率会比较高的工作 才能使工资有利害 所以我们对工人的要求 会很高 通过多年的经营积累 理想逐渐确定了 他的公司的定位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企业的发展越来越好 其实我们公司并不是希望能 一下子大量的去抢占市场 我们现在还是处于一种想 精打细模服务每一个客户 那么我们公司现在是分为两块 一块就是建房 主要建高档的别墅和双拼房 这样的一个类型 那么就是中低端的房子 我们是不建的 因为从这个角度来讲 我们希望从每一个房建筑 每套房子上都有提升 都有学习 都有进步 所以说我们是 其实是很挑的 但是我们单位建房 每一套房子 大概都一百多万的这个规模 每年有这个一定量的 那么装修行业呢 我们是从这种整装 商装开始做 所以说我们会为了满足我们客户的需求 我们去了解每一种的建筑材料 比如说地板准备 什么SPC啊 Lamonate啊 然后石墨 石墨符合等等等等 包括还有油漆啊 内墙外墙防水不防水 那么橱柜 还有这些 我们在这种 还有家庭的影音系统 然后灯 各种灯的使用和搭配的光线 所以我们在很多方面都会有 很深入的去钻研 那么跟客户一起去探讨 去对接 达到客户的满意 所以我所说的就是说 一切是为了让客户满意 而不是光简简单单的 把一个房子建设